立即啟動專審會 立即啟動專審會 解聘不適任老師 其聲喊出口號要求校方解聘 不適任教師為了詮釋去年這件事 新北市一名國小老師被家長指控 涉嫌不當處罰 要求學生自打嘴巴一百下 如今教師已被起訴 老師被依妨害幼童發育罪起訴 就算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不過其他家長更擔心 教師沒解聘其他學生人心惶惶 也控訴校方公然包庇 家長指控這名導師 除了疑似要求學生自打巴掌一百下外 更有疑似帶頭排擠學生的行為 在校方介入調查後 還試圖誘導學生沒說實話 而且校方僅僅忌身接一支 現在多達三百名家長要求連署解聘導師 教評會的部分在十二月二號的時候 已經召開完畢 但局裡面尚未收到那個學校端 開會的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等學校端把結果送到局裡來 我們會依法來做一個相關的審核跟審議 教育局出面回應 受到家長誠情後 立即喊請學校召開 校試會議啟動調查 如果有任何為師 會依照教師法辦理 絕不寬帶 今晚劉慧婷 黃若蓉 蔡東報導